电竞世界冠军TOYS刘伟健因为涉嫌贩卖大麻烟 但去年底一审遭判刑四年两个月徒刑 后续他上诉 20号二审开庭的时候 刘伟健更以证件过期为由 向法官请求解除出境管制 但是法官认为他罪嫌重大有逃亡的可能 拒绝他的要求延长禁令八个月 他遭判刑之后 二审开庭的时候 工程自己工作相关的证件在台湾已经预期了 双亲也都在香港 希望可以回去香港补办证件 不然在台湾的生活将会受到影响 但是法院认为他不是台湾人 为了确保后续的审理 执行顺利 有限制出境的病药 加上他有逃亡的可能性 依法延长限制出境 出海时间八个月 延长禁令到今年的12月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 当然也包括挺谈动态 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 还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